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 8月2日 星期一 那麼就是 暑假了 上星期有理由懷疑這個暑假 這個夏天已經完結 這個星期相當之寒冷 整個普遍英國 所有地區正在下雨 所以令到溫度大幅下降 令人感覺好像是冬天一樣 正當大家擔心這個 夏天已經完結了 要進入冬天的時候 最新的新聞就告訴大家 下星期 下星期還有另一股熱浪就殺到英國了 下星期最高氣溫可能上升到30多度 尤其是在倫敦 倫敦是一個非常熱的地方 熱 溫度未必就是 事實上也不是 溫度真的可以高於香港的溫度 最恐怖的東西 就是這個地方 是沒有冷氣的 正如藍絲跟屈穎妍所說 這個地方 真的很惡劣 所以我們建議大家千萬不要過來這裡 尤其是藍絲的朋友 你們真的不要過來這裡 真的沒有冷氣的 這件事跟今節有甚麼關係呢 今節想跟大家說一個預言故事 叫做 吃不到的葡萄 是酸的 其實跟英國沒有關係 不過我剛好想起 剛好說的時候 跟這個故事也相關 叫做去不到的英國 是沒有冷氣的 又或者是 去不到的英國 他的地鐵 是沒有 四肢的 這就是屈穎妍那篇文章所說的東西 從前有一天 狐狸來到一大片草原上面 發現有一夥葡萄樹 葡萄樹上面就生滿了一串串 晶瑩通透 看上去是非常可口 非常好吃的葡萄 也有大量的葡萄味 從這個樹上面撲過來 狐狸就看著這個葡萄樹 看了很久 我真的講故事 說完才繼續講後半段 一路看著這個葡萄 心想這個葡萄 看上去那麼漂亮 有那麼香味 又甜又好吃 又多汁 一路看著葡萄樹 在那邊流口水 當狐狸想去吃葡萄 就是打算伸手去捕葡萄 但是實在葡萄生在葡萄樹上面 生得太高 狐狸就是搞盡老汁 用盡一切辦法 九牛二虎之力 扭盡六入 也沒有辦法 拿到這個葡萄樹上面的葡萄 甚至乎狐狸大力跳起 來來去去都找不到葡萄 只是找到樹葉 結果搞了很久 也拿不到葡萄 在森林上面有其他小動物 包括 白兔仔 小綠 其他狐狸 恥笑這隻狐狸根本就是一個大傻瓜 不知道聽到這裏 大家明白嗎 我想說 哪個地方 哪個國家 下方應該明白 最後這隻狐狸就是 氣炸 就是 發老闆 用廣東話就叫發老闆 大陸用語就叫氣炸 這些葡萄 垃圾葡萄 一定是酸到沒有人有的 不吃你 算甚麼呢 我家裏有很多葡萄啦 還不是還沒吃過葡萄 於是 這個狐狸就是垂頭喪氣 回家 一心看著他非常之想獲得的葡萄 就是拿不到 他就是 在眾人面前 斷定這棵葡萄樹上面的葡萄 一定是酸 一定是垃圾 整個故事 大家應該很熟悉 當然 就是 一種自我安慰 當一些人 面對不到失敗的時候 去找理由 找藉口 他不去檢討自己 為甚麼不做好一點 可能他預備得好一點 可以做得到這件事 被人恥笑 老騷成怒 他就把責任賴到其他人身上 拉去葡萄樹上面 甚至乎拉下去 本身 自己 非常之想獲得的葡萄 斷定他 葡萄是酸的 是垃圾貨來的 我不要 我有很多家 你家裡有很多家 你就不用過來搶啦 你搶不到嘛 終於回到正題了 這個狐狸就叫做中國大陸 話說 大家都很清楚 這個就是羽毛球 恭喜中國隊 恭喜中國隊獲得亞軍 拿到銀牌 拿金牌那個就叫做 中華台北 其實叫做台灣才對 台灣就是奪得了 中國大陸 夢寐以求 以為就是特首可得 已經在指身邊的 金牌 換句話說 他就是對著一塊金牌 其實就是流了口水 巴不得要立即跳上去 一口就把金牌擔走 以為這個金牌已經是狼中脈 誰知道 殺出了情咬金 這個還要是 自己一直就是 那麼多年來打壓的對象 叫做中華台北 即是台灣 這個一時之間就令到這個 超級 強國 自稱是強國 為甚麼連一塊那麼簡單的金牌都拿不走呢 這個時候阿Q出現了 小粉紅出現了 小粉紅就在氣炸了 真的生氣了 才是一枚金牌 我們有很多 忍不住說一句 這樣的說話 我們有很多金牌 你有很多金牌 你就在爭 全部都交出來 是不是 是不是 你就把金牌交出來 你天天在爭取金牌 你就是想要數量 你想要數量 數量達不到標 又說數量不重要 金牌才重要 金牌才重要 又說這個金牌不重要 第二個項目才知道金牌重要 你這個拼了老命 鬧丟羽毛球運動員 所為何事呢 我們看到這個 小粉紅這個國家 充滿著阿Q精神 自我安慰 贏不了的東西 就說這個金牌負爛的金牌 問人家驕傲些甚麼 你拿十幾個金牌排第一的時候 你會驕傲些甚麼 我也很想問 小粉紅也很無恥 話說就是那些小粉紅看到台灣 拿完金牌之後 他們現在 癡之以鼻對於這個 金牌 你這麼不渴望金牌 全部都交出來 一說起這個黏肢以鼻 令人想起這個林鄭月娥 對於那個制裁是黏肢以鼻 但是 天天在嘴邊 掛著在嘴邊 又說自己受苦 受訪問的時候 又說自己受難 做特首 吃得鹹魚 抵得渴 自己甘願為國家付出 你又說癡之以鼻 那你撫甚麼壞 為甚麼 為甚麼這個國家 跟這個國家相關的人那麼虛偽呢 我真的很想知道 這個小粉紅也是一樣 小粉紅就是 滅視這塊金牌的 被台灣拿走的 我們不要 這塊金牌是壞的 事源在微博那裏就是寫 這個帳號 韋平 布萊恩特 名字不重要了 總之就是小粉紅一個 台灣拿了金牌之後就出來大放決詞 要攻擊台灣球員和台灣 韓料兩位運動員在社交媒體 確實整無語料 首先你們能參賽 是因為你們服裝上 寫的是 Chinese Taipei 才有資格 才有這個資格參賽 可不能這樣作妖 堅決支持國家領土完整 說 再說了 也財一枚金牌而矣 詐門可是拿了超級多 這句就是介意金牌數量 而且也不知道驕傲什麼 大概是沒看過當年超級單 的風神場面罷 放到現在也是秒殺你們 感嘆好 整個微博 Post 充滿著酸味 所以為甚麼 這些叫酸味呢 其實也是跟這個故事有關 吃不到的葡萄 是酸的 所以經常說 人家 一吃不了 開始在 埋怨那些是酸的時候 我們就會畫一大股酸味 明明本來就是清香撲鼻 就說很甜很好味 轉頭就說是酸的了 樓下大量的小粉紅五毛留言 他們就是台獨 我早就說了 昨天已經說了 國民黨 還有 這個韓國瑜在這裏夠膽慶祝台灣 拿金牌 你們根本就是台獨份子 你們是美國的蛤巴狗 根據內地的邏輯 我認為韓國瑜是美國的蛤巴狗 下面的留言 索性問解放軍什麼時候出動 將他吸他 吸他打下來 然後這個熱手話題是 台獨搞的吧 怎麼還羽毛球啊 大陸叫羽毛球 羽毛球 怎麼還羽球 台灣原來叫羽球 留言就越來越過份了 就是繼續要武統台灣了 原來拿另一面金牌 他就說要早日收復台灣 留島不留人 一時又血濃於水 一時你鄭州水浸就叫人捐錢 說大家都是中國人 一時人家中國人 拿完金牌 你們就發瘋了 說人家是中華台北 一時又說要收復台灣 留島不留人 但是那些人是說是中國人來的 到底其實你們想怎樣呢 其實我覺得用 酸葡萄的故事形容他們 都 不是很恰當的 這群混蛋 不要介意說髒話 這群粉腸 其實 語言故事裏面的狐狸不是很過份的 只是阿Q精神 這群粉腸 吃不到葡萄 放火燒了那棵葡萄樹 這群人真的敢說這些東西 這就是祖國 祖國 祖國 這樣的一個垃圾國家 這樣的一個垃圾五毛 這樣的一個垃圾人民 你叫我們 承認 跟你是同一個國家 你真是發夢 是吧 第二世 或者是十萬年後 我記得很多故事裏面就是 男女在那裡吵架 最流行說一句 這個世界所有女人都死了 我都不會選你 其實我覺得也蠻適合我們現在的情況 這個世界 一個國家也沒有 我都不會承認我是你的國家的人 你有本事消滅了這個世界所有的國家給我們看看 我們今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下節開始說下的話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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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